接下来是请大太平文化基建会这边 针对现在社会关系的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因为之前媒体有报导 比如说吴东亮先生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先让他们回应一下 他们是欧帝单位 他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不需要他们解释 就是有问题的请教 我们先请里长 我们先请里长 三位议员 还有我们文化级的郝富仲 还有仪会的长官 还有我们基金会 还有我们官邸 这个议廊的经理 还有我们各位黎明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一个东盟里长 一个里长也没有什么权利 只是一个最基层 这个代表这个市民与政府的 这个这个沟通的桥梁 那这次这个市长官邸的这个 这个ROT的这个诊件 这个案子 其实市长官邸 虽然是台北市政府 也是前提市民 也是我们东盟里一个文化 估计一个资产 那当时你要怎么做的时候 应该事先要通知 通知我们 我们最基层的 我们里办公室 附近里民 这个鞋 这个 这个 里民沟通协商 给里民 这个知道一个一个信息 那没有 其实在四月 大概中旬 我还没起床 就接到市民 这个电话说 哎里长 我们这个 因为前几年 就是现在 现在我们 有一个叫做 习桌路调侃 就是因为 前几年有一个建商 要盖豪宅的时候 因为要移植老张树 结果我们 这个一直争取 争取最后 建商 没办法 所以 变成一个习桌路调侃以后 可能 这个老树要 有东到老树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有 相当 相当一个 经过开会 经过 这个通过才可以 那 我对到里民说 哎里长 我们这个 不是 现在 习桌路 这个老树 不能 不能侃 为什么 我现在 我看市场官邸里面 又在 又在 好像又要砍 我说 这样我不晓得 我就马上 起场 我就去 过去看 我也找 馆长说 到底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都不了解 那经过馆长 讲了以后 那我才了解说 要做这个 其实 我也不晓得 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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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市场官邸 也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我们里民 以前也很多 过单位去 开会 也很多 智张的小朋友 也到后院 去爬树 什么做 盘眼的 这个 也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休闲的地方 那你将来 你 当然了 要提升文化 将来我们是非常 非常 非常乐意 将来 这个 如果 我看前几天 三个月 我也不晓得 我从那边过 那么多人 就是两岸 文化交流 也在那边 展示 那是很好的 但是你事先 你没有 应该要给我们 像我们里民 来一个 一个沟通 一个给我们 知道 你将来 要怎么样 做什么 那 当然 书目 现在 现在 整个 全世界暖化 保护 这个 老书 书目的团体 也非常重视 这个 你要 虽然不是 我知道 里面有几十棵 只有七棵 是保护老书 那其他没有 不是保护老书 那 那 那你要 就是砍掉 那两棵 也是非常 可惜的 你要 之前有 做一个 说明 经过 里民 了解 以后 也许 这个争议 也不会 那么大 那 那希望 那后来你说 因为我好像 中存器的 事业 你说 下个礼拜要开一个 里民的 里民的座谈费 结果一偷 偷 偷到现在 你最后 最近才发一个文 给我 说要 六月一号 要做一个 里民的协调费 那已经 就是你们 现在 事情 已经做了 再做个协调费 这个 应该是 不是这样子 应该要 事前 要 要先协调费 才可以好 那我 那我 我现在 有很多 里民的反应 那么今天 非常感谢 我们的 电视盘事业 然后 来这边 做一个 这个 收敏 和协调费 那 感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里长 因为我想 这个ROT 这个案子的争议 其实在后面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后面那个空间 其实并没有很大 所以你就算盖起来 三层里面 也只能使用 两层的空间 那到底是不是 有必要 我们接下来 因为我们地方居民 来了很多 我怕说待会比较多人 要发言 那黄律师 我们是不是先让 我们绿党的中指尾先 王中指尾先发言 那待会我们的居民 大家就一起 表示意见 好 不好意思 我先报告一些事情 因为这一 这栋建筑 它有个特殊性 它同时兼具 历史上的文化意义 同时又有当代性 就现在的文艺使用 所以它在这个城市里头 是一个非常具指标性的地方 我们对它 做任何动作 就代表这个城市的文明态度 那我想 坎树盖楼 绝对在现在的 全世界范围里头 都不可能有人 把它当作一个好的 城市文明的高度来看 那在这个部分 如果说真的 有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话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 要沟通 一件事情是跟 全球性的保护运动沟通 所以我们可能会拉到 非常高的高度去 跟全世界来沟通 因为毕竟台北是一个 全球型的都市 台北这个名字出去 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在哪里的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事件 让全世界知道了 你台北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沟通的 第二个就是跟社区沟通 其实刚刚等一下 我相信里面们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表达 文化绝对不是一个浮在半空中的东西 文化一定是长在这个社区里头的东西 如果在这个地方 一个文化指标性这么高的区域 一个场域 它在做任何更动 没有办法跟社区做好的互动 那我觉得这个文化指标性是很可疑的 第三个是跟艺文社群的沟通 这件事情我还蛮觉得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大台北的艺术家 问一问大台北的文学家 问一问大台北的学者们 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案子的看法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问一问全球性的保护运动的成员 我们问一问社区的居民 然后我们问一问 在大台北 也许我们范围不用太大 就大台北就好 大台北的艺文社群 我们来问一问这三种人在不同的层次里头 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觉得危机是转机 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来重新定义台北这个城市 这个国际级的国际性的城市 它的文明高度在哪里 那树是一个文明记忆很重要的标的 古籍就是古老的建筑当然也是 这个新的建筑要摆到这里来 我相信是要受到很严格很严格的审核 今天绝对不只是法规的问题 今天如果没有过我刚刚讲的那三个关 就是跟全球性的保护运动这一关 然后过当地居民的这一关 然后过艺文社群的这一关 我觉得任何对市场官邸的更动都是不宜的 因为这个都牵涉到这个城市的文明高度 那如果说台北市政府愿意来做这个沟通 当然非常好 可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子执行前 没有办法把这个沟通做好的话 我相信包括我 我们绿党包括在地居民 包括一些艺文团体 我们都可以来帮忙规划这样的沟通 我们可以让整个大台北的艺文社群 都进来谈这个案子 那我相信这样子 对我们台北市的文化发展是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